耶稣基督发出了这个呼吁 他说呢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这句话是对门徒们说的 门徒们有没有做 圣经没说 我们假定他有做 因为当时耶稣是天天跟门徒们在一起的 耶稣不单是这样说 我相信也会跟他们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相信他们有做 他们有做 那神就应该有打发工人 对不对 打发谁啊 38节其实就是第9章的最后一节 第10章的第一节讲什么呢 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全病 能够赶足乌鬼 医治各样的病症等等 然后讲到第7节的时候 要他们随走随传 说天国尽 他们要祷告吗 要 向庄稼的主求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 后来神拆派了 拆派谁 门徒 就是那些祷告的人 不是吗 意思就是说 祷告呢 不是一个代替品 好 我为你祷告 你祷告 好 那就祷告 然后就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为一个人为一件事情祷告之后呢 那个就是我能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了 但是实际上不是 我用个漫画来表达 我们常常会为世界祷告 这个人跪着为世界祷告求神 医治这个受伤的世界 但是呢 其实神也叫我们去服事 这个受伤的世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那我祷告了 那就是我已经尽完我的责任了 一个正确的祷告心态是 我把看见的需要交付在主的手中 求神来动工 求神也借着我们来动工 所以一个正确的祷告心态 是我们愿意积极地参与在上帝的事工里面 而这个事工是从祷告开始的 但并没有停在祷告 它其后会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要祷告吗 要 但是不能只是祷告 也要有行动 其实很多宣教的运动 或者是神所用的一些宣教是神的仆人 他们也都是从祷告开始 他们借着祷告心里面火热 借着祷告看见上帝 给他心里的感动 然后他们愿意来回应神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在健身成为全职的工人之前 我在一个很小的教会里面服侍 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一天都有祷告会 我们每一天早上聚集在教会里面来祷告 六点钟 祷告完了 我们去吃早餐然后去上班 人不多 大概只有几位 而我当时就是宣教主的一个负责人 那我就负责收集世界各地的宣教的资料 穆斯林国家的 非洲国家的 亚洲国家的 或者特定的群体 然后把这些代导事项带出来 我们那个祷告会当中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 越祷告呢 心里面的感动就越深 越祷告你就越认识到 原来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是还没有听见福音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出回应 所以当时呢 我们的感动越来越深 我们就回应了我们的主 我们踏上了全职的宣教 请不吝点赞订阅